你见过瞬间秒杀猎豹的鳄鱼吗 你以为尼罗尔就是鳄鱼中最无敌的存在 鳄鱼是地球上的高等爬行动物 在大型猛兽中 除了老虎和狮子 鳄鱼在动物界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大家都知道 鳄鱼是地球上的元老 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两亿多年 恐龙都灭绝了 但鳄鱼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它们不仅仅要合力抱怨 体型更是大的精力 它们的凶猛程度无法想象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世界上最罕见的石中鳄鱼 看看你认识几种 喜欢这类视频的朋友 长按三秒点赞 给一个补力吧 第十名鲜罗鱼 又叫泰国鱼 主要原产地在印度尼西亚 泰国 越南的地区 鲜罗鱼一种中型鳄鱼 成年鳄鱼最长可达到四米左右 幼鳄浮出是约25厘米长 两眼眶前面有一对短的尖锐狼鞋 鲜罗鱼皮革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生育 提债越大价值越高 很多地方有人工养殖 野生种群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地区 有的人将幼鳄当宠物 不过鲜罗鱼长大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作为攻击性比较强的鳄鱼 鲜罗鱼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它非常的凶猛 加上嘴里面长着很多细长的羊 一旦它咬住猎物 就会使用它的绝招死亡翻骨 这样猎物就很难再逃脱 第九名古巴鱼 它主要生活于中美洲古巴的淡水沼泽之中 沼泽中的一种中型鳄鱼 眼球之上的位置由骨质凸起 主要也是以鱼类 龟类和哺乳动物为食 它们生性凶猛好高 比其他大型鳄鱼还要更加危险 作为一种爬行动物 却有着多数爬行动物都不具备的特殊技能 它们有着非常可怕的跳跃能力 可以将整个身体跳出水面 来捕捉树枝上的动物 即使是在陆地上奔跑 速度也能达到20公里每小时 不仅是奔跑速度快 而且还拥有超强的咬合力 十极敏锐于速度与一身的完美猎兽 第八名马来鱼 马来鱼又叫马来切毁鱼 身体的平均长度为四米 体重约210公斤 体型在鳄鱼中可能不是很大的 是一种淡水鳄鱼 它有一个特别之处 那就是它的鼻子看上去又细又长 但这并不是用来装饰它们外表 而是专门为它们捕鱼所设计 它的性情十分凶猛且狡猾 潜伏在泥潭沼泽里时不时的增加菜单 除了鱼类 它们还会吃喜欢在树上的哺乳动物 比如猕猴 它有非常锋利的牙齿 让所有猎物基本上是无法逃脱 全身上下遍布了棕色和黑色的斑 马来鱼十分凶猛狡猾 甚至有爬上渔船袭击于民的事件 第七名沼泽 沼泽又被人们称为劫匪鱼 听着名字就已经知道它们有多么可怕 它们属于一种中大型鳄鱼 身体长度达到四米 主要分布于伊朗东部各国 喜欢生活在沼泽与池塘 以及深度不到五米的潜水区域 它们的食物相当广泛 可以说什么狗吃 它的足上牛排 能够在水中潜伏很长时间 也拥有所有现存鳄鱼属成员中最宽大的鼻子 像所有的鳄鱼一样 沼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的捕食者 能够捕捉到各种各样的猎物 它非常的擅长隐藏自己 属于顶级掠食者 据说伊朗就曾有小孩被沼泽咬死 并且成年沼泽完全有和狮子对抗的食物 甚至还有在深水区猎杀过老虎的记忆 第六名美洲 美洲又被人们称为美洲短鱼 是一种体型非常大的鳄鱼 身体体长可达六米以上 浑身布满坚硬的鱼脚 主要分布在北美南部和南美北部区 喜欢生活在咸淡水交界的红树林 沼泽的湿地 它们通常用腹部扑腹向前行走 也经常用脚行走 它们是一种啥都吃的鳄鱼 并且拥有超强的咬合力 主要以鱼类 海龟以及小型哺乳动物为室 同时也会攻击生虫 是一种极度危险的猎兽 它们是美洲顶级凶猛的食肉动物 拥有那肠而有力的尾巴 使它们在水中可以自由穿梭 在它们活动范围内 除了人类 它们几乎没有天敌 第五名横河 横河恶体色为橄榄绿色 上下又特别细长 牙齿坚弱 是一种中大型的爬行动物 它们生活在淡水区域 平均可以长到四米左右 体重可以达到225公斤 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鳄鱼之一 它们在捕捉猎物的时候 一般会躲在很难被发现的水底下 比较特殊的是它那细长的嘴巴 可以使它们在水中流动起 它们的长嘴非常有利于骨鱼 关键补骨鱼效率极高 虽然鱼是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 但是它们食物缺乏的情况下 还会去吃腐肉 横河因为经常地攻击人类 而比较得到人们的关注 可以说它是鳄鱼家族中最危险的物种之一 它是鳄鱼家族中最大成员 黑铠门鱼分布于南美洲北部 生活在在各式各样的湿地 在亚马逊火中 黑铠门鱼是最大的食肉动物 喜欢吃各种鱼以及大型动物 它们的牙齿可以轻松撕开猎物的身体 然后将整个部分直接吞入腹中 它们是最勇敢的鳄鱼家族成员 能补食像水浒鱼河马这样危险的猎物 对于体型太大而无法吞食的动物 会进行死亡翻译 黑铠门鱼除了人类和美洲 它们在生活的地方可以说没有天敌 绝对称得上是霸主 目前它们没有攻击人类的介绍 但它们完全有能力做到这样 也是亚马逊河流最大的食肉动物 第三名奥里诺科 奥里诺科是大型淡水鳄鱼 大的能长到6.6 体重可能超过600多斤 它们的外形看起来自带霸气光环 主要生活在南美洲奥里诺科河的下游地区 是奥里诺科河顶级掠食者 任何在它领地内活动的生物 都可能成为它的猎物 是鳄鱼家族非常危险的物种之一 也是现存最大的爬行食肉动物之一 它们主要以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为食物 喜欢在夜晚的水中寻找食物 是优秀的游泳者 由于早期人类的过渡捕伤 导致它们现在成为了宾威动物 在奥里诺科河 它们属于顶级的掠食者 去观察 发现它们会捕食体型大的猎物 非常具有攻击性 第二名尼罗鱼 尼罗鱼主要分布于非洲尼罗河流域及东南部地区 是非洲最大的鳄鱼 也是尼罗河最大的爬行动物 尼罗鱼比较细爱独居 夜间一般潜伏在水中 日出时则上马 善于偷袭并捕食斑马和水牛等食草动物 甚至还可以猎杀成年狮子以及人类 非常危险 是非洲大陆上无可争议的最强霸主 每年都有八百七组 尼罗鱼攻击人类的事情 在它们的领域 任何动物踏进去 几乎斗无生还的可能 在20世纪90年代 有一种巨型尼罗鱼在布隆迪的下游不断出入 不断攻击人类 据统计数据显示 它已经杀了三百多人 在当地引起了恐慌 当地居民把它视为鹅鹅 第一名 蜿鹅 蜿鹅是咸水鹅的一个种类 是爬行动物中 王者一般的存在 它的平均身体长度是五米左右 体重超过四百五十公斤 最大的蜿鹅有十米长 吉尼斯世界纪录者 人类至今活着的最大鳄鱼 是在菲律宾 捕获一条身长超过六百 体重超过一吨的蜿鹅 这条鳄鱼被取名为热龙 蜿鹅还有一个可怕的名字叫石鱼 它是所有鳄鱼中体型最大的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 它是两一年前和恐龙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里的 直到现在外表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它的性情非常凶猛 战斗力和领地意识极强 也是一个不挑食的掠食者 大家还知道哪些凶猛的鳄鱼吗 欢迎在评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